Hello大家好,我是交财狼 欢迎来到动漫新节 今天继续我们的爱迪奥斯曼金免剧情赏新 今天要说的是第八集复苏的传说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两个男人一起爬山 忽然跳出来一个学者 看他们不要再前进了,前面有危险 两男子一看长相就不是散茶 大步就往里闯 结果忽然天崩地裂,掉进了裂开的山崖里 虽然两人没有受伤 但是动学深处却传来了怪兽的后生 这两人有本着能早下班绝不加班的精神 一头往里进 眼前出现一只红色的眼睛 随后一只藤蔓一样的东西将他们抓了进去 另一边,史蒂姆带着学生利用星期天外出郊游 而他们的目的地正是刚刚发生怪兽恐生的地点 接到学者的电话,UGM来到了现场 老头表示,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这里有怪兽,你们不听 现在有两个大货人当着我的面掉进去了 最后生死未卜,你们说怎么办吧 UGM的对员依然表示,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怪兽 只不过是山公里外的海洋有地震罢了 这两个人纯粹就是他们的倒霉 此时史蒂姆感到,他并没有暴露自己UGM的身份 觉得显然重相信他这个老师 于是介绍了自己的理论 说什么,怪兽塔布拉是真实存在的 现在整个学界里只有他相信这个传说 接着他拿出了一个据说是3000年前制造的图偶 3000年前,塔布拉在地球大肆破坏 并且不断吃人 此时诞生了一位光族巨人 为了拯救人类,他与塔布拉展开了战斗 最终消灭了塔布拉,让他封印在了这座山中 UGM的队员还是不愿相信 日比夜又拿出了一块写满象形文字的石头 而那件事的后续就是怪兽塔布拉在阳光下再次苏醒 学者带着UGM进行山洞里探索 史蒂姆则陷入了犹豫 他说我在回忆当年战胜塔布拉的情况 此时,三体出现了剧烈摇晃 怪兽塔布拉复苏了 队员赶紧联络了基地人队长和成也 两人开飞机出发 熊孩子看到中主动飞要进去 结果被怪兽的舌头给缠住了 史蒂姆救下了他,自己却被缠住 最后队员们攻击舌头才救下他 而怪兽也被这攻击处理唤醒了 此时,UGM的资源到了 在洞里的学生和洞外的学生们 里应外合之下 终于撬开了洞穴 而史蒂姆却被最后的舌头压住了 此时,塔布拉已经开始进攻UGM队员和学生 危机时刻 史蒂姆变身艾迪与塔布拉展开了战斗 塔布拉的斗博战相当强 一上来就占据了上风 用尾巴缠坐了艾迪的脖子进行攻击 随后又放出光线攻击 不过很快,艾迪的BGM就来了 艾迪一遭防反挡住了怪兽的光线 最后又杀破凶母光线攻击得手 在本节最后 面被在自娱声中 依然坚持自我的日逼野学者 UGM的大三队长主动接锅 表示如果我们早一点相信你 那么一定可以早一点把怪兽解决掉的 不会造成现在的样子 学者则是笑而不语 表示老子早就习惯了 不过他对史蒂姆的身份很好奇 试探了评论他的身份 史蒂姆用一罐的装萨搪射了过去 学者只好说错了实情 因为按照神手最后一段的描述 这位光线巨人 平时就是化身为人类的模样 生活在人间的 不过这一点却被史蒂姆的学生否认了 或许 学生们早就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想帮他掩饰一下吧 总结 本集涉及到了信任和坚持的问题 面对所有人的质疑 你会坚持自己的主见还是随波逐流呢 本集中的学者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回答 那就是 只要你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东西 那么持之以恒 终有一天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另一面就是当学生们面对成对的巨型石头时 也是学者告诉他们 不要放弃 面对坏难要迎难而上 这同样也反映了学者坚强的性格 好了 最新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